文龙的人生可以分为两段 以湾仔之虎陈耀星之死为分界限 早年在夜总会看场的文龙跟过两个大哥 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投身湾仔之虎陈耀星回家 彼时的陈耀星风光威水 以老星第一谋人民镇江湖 文龙跟着顺风顺水 自然没有人敢找麻烦 直到陈耀星在澳门出事 文龙的人生忽然竟有下半场 大哥走后仿佛患了人间 人在江湖飘哀了太多道 文龙原名林冠祥 前新一安北角化世人 1964年文龙出生在湾仔北角的健康村 与陈耀星都是湾仔人 虽然日后人生交集 有过一段难忘的江湖兄弟情 但文龙并非和鸡康干仔遮仔一样 从小跟着陈耀星长大 文龙先是跟着新一安北角某人阿滴 接着外遇新一安元老吃县家门下 早年一直做夜店看场性格寸暴 身手不错 渐渐在北角打出名堂 并被活跃在铜锣湾 铜鼠湾载区的陈耀星赏识 有些人生就像是设定号一样 陈耀星崛起于港岛江湖 食野命野 高大威猛的陈耀星天生就是混江湖的料 学权遇到名师 新安总教头苏龙 看场没多久便身受夜店大王 杜宠记信任 飙悍豪爽自带气场 吹几火并催库拉朽 将十四K罪恶大佬华席 华联社老东旧相继跳落马下 扎其驼地所向披靡 扫场合计硬核 笑傲铜锣湾 此后被龙头家族任命为 湾仔画世人 号称湾仔之虎 被认为是老星五虎时节中 第一猛人 文龙转身头到陈耀星麾下 与鸡康干仔 蛇仔一起打混 与水泥森林灯红酒绿之中 跨以江湖 刀光剑影 纵横夜中环 列歌放酒 飙车山顶道 这一切都随着陈耀星 在澳门出事 截然而止 江湖从来波局云轨 此前染指娱乐圈的陈耀星 卷入于东莲社老东旧 湖南帮黄朗维的连缓纠纷 1993年11月 在澳门比玩 格林威治大赛车 被相关人员安排坐掉 大哥走得如此突然 让文龙鸡康等人马上懵了 陈耀星江湖落幕 只剩下 弯仔之虎之 醉生梦死电影留念 陈耀星的一走 合计应可 还有生前院家 纷纷前来扫场 陈耀星弟弟鸡康 与文龙干仔 遮仔 勉励支持 绅士大不如前 遇直记者给耀星报酬的鸡康 在97年 带人首任说漏嘴的老东旧 随后逃到马来西亚 将港岛的厂资 交给文龙 甘仔 遮仔 甘仔 遮仔成为老星铜锣 弯画世人 文龙则成为北角画世人 文龙与甘仔 遮仔关系 一直不错 江湖人称 弯仔三兄弟 表面波澜不惊 刀锋却在 暗暗靠近 2002年初的某天 文龙与一众兄弟 在一家的 世高狂宽至凌晨 晚后离开 送21岁女友回家 文龙驾驶的三菱脚车 遭到一辆本田雅各跟踪 透过后视镜 文龙察觉到来者不善 开始激情飙车 对方紧追不放 追逐中撞上公路护栏 三名鸭舌帽口罩男 从后车跳出来 一哄而上 将文龙从车里拖出来 接着一顿狂批乱斩 随后被赶到的阿瑟 送到医院抢救 对方下手击中 当时文龙左臂一段 情况危重 医生连续手术 五个小时 才算将胳膊接了回来 据称 此前文龙曾与人 在VMix KTV 发生激烈争执 事件脉络逐渐浮出水面 原来借因文龙 与牛绒的小巴纠纷 双方多次讲述 不成矛盾激化 近年裁员吃紧的文龙 将目光描 向连接九龙 港岛的郭海小巴 此前郭海小巴生意 一直由何一堂 坐管牛绒和 服役新猛人拿渣控制 文龙突然过来分耕 自然引发对方不满 牛绒是坚尼地城 牛房出来的屠夫猛人 与硬核作馆 高老山 圣核作馆 沙甜蜜 都是黄指兄弟 虽然何一堂规模不大 牛绒势力背景 却不可小区 况且牛绒跟文龙贤大哥 陈耀新是老相识 陈耀新发起时 曾与牛绒有过一场火爆对决 此番旧仇心恨叠加 可谓分外眼红手辣 最后牛绒被阿泽带走调查 此次交锋 文龙吃亏不详 本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但还没完 一年后 文龙手下运营过 海小巴的司机头目 货车辉 凌晨吃完宵夜 在宵街湾附近的教堂街 遇上两名口罩男 一命呜呼 货车辉员是一名货车司机 曾在服役新拿渣手下 后来投靠文龙 坐起过海小巴司机 跟牛绒拿渣抢起了生意 自认为有文龙和新一安支持 对方不敢拿自己怎样 货车辉的遭遇 更像是牛绒对文龙的 再次严厉警告 随后文龙退出过海小巴生意 跟着陈耀新的微水岁月 早已云烟远世 文龙虽然表面上还是北角化世人 实力早已缩水 甚至在自己地盘都捉襟见肘 205年中下 文龙和鸡康一起 在中华兰贵坊Lavos夜店 招待了四名宝岛来的竹联邦大佬 却在自家门口翻车 因为争夺陪酒女 语言发生争执 随后文龙等人被几名标形大汉 赶出场外 中华兰挂坊可是他们的老牌地盘 鸡康文龙在这里摸牌滚打20多年 此番又在竹联邦面前难堪 可谓大伤掩面 据称有人在五池内被啤酒瓶爆头 随后文龙鸡康带上60名手下赶来 没想到对方早有准备 一帮黑压压的硬巴壮汉 早已在此等候 文龙煞雨而归 凌晨两点 文龙再带大批人马到兰桂坊楼下吹击叫证 随后阿斯赶到 这口气终究没能出完 此后文龙更加低调 据称偶尔会接一些大傻翻修生意 2019年10月 文龙在铜锣湾帆船酒店 圆喝酒时 突然被食物卡住喉咙窒息 再没缓过起来 次月文龙有人肝宰 遮宰主持举办了病例 当天签名黑衣人到场 尖东猛人大酒高老超 硬壳前作馆细弦 盛壳前作馆肥坚 绍航先后前来致意 陪文龙重温了最后的风光 盛壳前作馆肥坚